嗨,what's up?这里是喜欢好夜的Root 今天我们把目光放在日本 聊聊一个只为创造自己想要的家具和成立的品牌 Truck的故事要从两位创始人说起 创始人之一的Tokohiko Cash 出身在大阪在长野县松本技术学校的木工车间学习家具制作 之后在一家椅子制作公司工作 1991年的秋天 23岁的他开始成为一名主地的家具指导商 成立的工作室开始创作自己的原创家具 而另一位同样来自大阪的创始人 Hiromi Garasu 则毕业于大阪艺术大学纺织设计专业 毕业后在一家纺织设计公司工作 后来成为一名自由插画家 1996年的5月 在完全没有装修经验的情况下 他们将大阪预造运的一桩老建筑翻新 把那里变成了他们的家、工作室和商店 随后便创立了Truck家具公司 在之后几年 他们同样经手搭建了其他的空间、工作室以及咖啡馆 Truck的设计理念是创造自己想要的家具 而不考虑流行趋势或时尚 1997年Truck创造了一系列的家具作品 制度突出缩饰用带有裂缝和促造纹理的木质结构 和现在所流行的vintage风和烙家具不同的是 在那个时代 这些结构会被视为木材的缺陷 并在被制作了跟家具前出去 而Truck认为 这是这些缺陷赋予的木材力量、个性甚至魅力 让我们来看看这张FK系列的沙发 这是自2000年发布以来 Truck最受欢迎的沙发系列 后条纹的软灯形容 果在有弹簧之身的 红松羽毛垫子上 给人一种温暖家的感觉 而当一个人累了 把沙发靠背靠在扶手上 沙发就会立刻变成一张舒适的床 整体尺寸、紧凑 而舒适没有意思多余 当配上任意一款Truck家的茶几或编辑 很快你就能感受到木材和布料的自然美 Truck还认为 家具展示的环境与家具本身一样重要 所以他们目前只在大阪的门店销售家具 Truck希望在那里可以招募到整个空间 这种对于空间氛围的重视 也体现在了他们自己居住的家、工作室 和布尔的咖啡店中 就和Truck的第一家店不一样 这家咖啡店的粉刷墙壁、铺设地板等工作 也由他们亲手完成 整个墙面只在裸露的混凝土上 涂上了一层白色旅游器 再配上巨大的窗框 和Truck家的家具和器具 每当你进入店后 喝上一杯热咖啡 虽然身处室内 却仿佛和外面的世界融合在了一起 Truck的每一件家具 都在他们的车间手工制作 并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测试 不断调整和改变 直到达到最佳状态 Truck把家具看作是 你用来创造日常生活的工具 他们认为你不用担心弄脏 或产生划痕 而应该带着爱去使用它 重复它的个性 随着它被触摸 使用 或不断目以在阳光下 家具的外观和质地 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成熟和变化 或许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在这个大家大谈心交费 大趋势 或购买品质的今天 也有多少品牌 能像Truck一样 去追求做一款经久耐用 伴随你一身的产品呢 下期 我们将把目光放下荷兰 要一个致力于融合现代 和复古 以及充满日系风格的家具品牌 HK Living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下方关注和点赞按钮 也欢迎留言 分享你的家具生活的想法 我将会在每周 更新品牌相关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见